Hello,大家好,我是Tiffany 今天我想拍一支视频来和大家展示一下我给男朋友做的22岁生日礼物 它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爆炸盒子 然后这个爆炸盒子呢是我根据Bilibili网站上面的一个教学视频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叫做东西物语的一位博主 根据他的这个教学视频来制作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爆炸盒子 然后最后呢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爆炸盒子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废话不多说了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做的爆炸盒子 它每一面都有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呢正面的话就是我男朋友他最喜欢的颜色 绿色还有粉色 旁边呢有黄色还有蓝色 盒盖和它的底是用黑色做成的 这个心形呢是这个大红色的一张卡纸贴上去做成的 那好现在呢我就要打开爆炸盒子了 打开爆炸盒子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四个心形 然后整个后面的这个全部呢是用一张白色的卡纸做成的 然后旁边的彩色卡纸呢是这样子贴上去的 所以说它的颜色才不同 那心形的话是我两边都用红色的这个颜料涂成的大红色 然后这边缺了一点点颜色我最后忘记把它补上了 这个中间呢是一个礼物的盒子 这个里面的礼物呢是我真实的要送给男朋友的 就是真正的礼物 然后这个呢是算一个手工的贺卡 一个大贺卡来的 因为我有跟他讲 我说这个爆炸盒子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看的 然后这边的第一面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 这样子一个小卡片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这种心形 然后左边的话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是和男朋友家人圣诞节拍的照片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这种一个折叠的心形 然后中间坐的有一点点翻车 像这边的话我用胶带贴了一条 把它给固定住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花 然后它是我和男朋友的这个照片 然后后面是这种 它是一个可以动的贺卡 然后这个贺卡是一个可以动的这种可卡合的照片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第一面的内容 然后旁边的话 第一面是一个花 然后里面呢是那个生日蛋糕的这种卡纸 然后这个花心的话 是我男朋友他拿照相机在拍这个花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做这个 然后当时的话因为买的卡纸不够大 所以它裁剪的时候就没有裁剪特别好 所以我当时就只能用这个去拼贴了一块 使得它这边的话就是大小是符合这个花形的这种形状的 这个花的后面是小新风 然后有1234是开启的顺序 第一个小新风写的是I love you daniel 然后第二个小新风 有一张他工作时候的照片 写的是I love you today 第三个小新风 是I love you tomorrow 最后一个小新风 是I love you always 这个的话是根据我们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到的一个meme 根据那个结合的创意了做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立体核卡 然后上面是照片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然后这个是瀑布卡 它的这个照片这种 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 这个的话是 这种新型卡 它总共有四张 然后每一张上面有一张照片 第一张是我和Daniel的照片 然后后面的话是Daniel跟他妈妈的照片 跟他爸爸的照片 还有跟他姐姐的照片 这种的话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个是这边的内容 然后再一边 这个是新型 然后这个首页的话是我们在一个景点拍的照片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Daniel他们家的宠物 然后这个有羊啊 然后有这个小狗狗啊大狗狗啊 还有一只猫 然后还有他自己喵 像一只小猫一样 是不是很可爱呢 然后这个卡片的话是一个无限折叠卡 然后第一张是爱 第二张是love 然后我一下打开 然后刚才我就打开了 然后里面是you 所以就是I love you 然后下面呢这个的话 原本的那个教程上面 里面应该都是贴了一些这种 卡纸 或者是你可以贴照片 但是因为实在比较麻烦 然后我就把里面写成了一个贺卡 然后这个double hearts 加中间这个小圆珠和松紧带的设计 是我把东西物语教程上面 用小磁铁去固定这个整个卡片的这个方法 给它进行了一种改良之后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的话也可以很好的固定四个角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的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卡片里面的内容 这边的话放一张照片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像我这样写一些就是 祝福的话呀 或者说你想跟对方讲了一些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把它弄好之后 又可以回归它原本的一个形状 然后也比较方便于我们 就是没有这个磁铁的小伙伴们 你可以拿你的橡皮筋呀 像我这个就是橡皮筋 然后我把它给剪断了 然后中间的那个珠子 我放了一个在上面 然后做成了 接下来这一页是我们的一个相册 好 接下来是另一边 上面的这张呢是一个塔斯玛尼亚的一个艺术家画的一张作品 然后我觉得这个景色非常像我们就是在农场可以看到的这个景色 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两个卡通人物 你的兔 然后这个红色的小兔子是我 然后蓝色的小兔子是他 所以我就把这个放了进去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回归它原本的方向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翻折卡 上面就是讲这个宝贝你知道那个我非常爱你对不对 然后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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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然后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他 然后我就很艰难的吐出一句我也爱你宝宝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冠状病毒 然后我就说当我很努力的去向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去讲冠状病毒有多可怕 然后这个是我 这个是他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楼卫生纸 然后这个是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呢里面就是他的反应 一张很迷茫的脸 然后手里还捧着吃的东西 你在跟我说什么 然后我的表现的话就是这样子 还可以再翻折 然后我就说 很可怕呀 我生气了呀 之类的这种张牙舞爪的一个表情 然后我觉得这个照片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创意 然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卡 最后卡 然后后面呢还有这种 小猫这个无线翻 就拍摄的角度不太好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翻来翻去 是一个翻折的这种卡片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动物 那接下来呢是这边 这种胶带和贴纸 然后还有照片组成了这个贺卡 然后是我们两个在睡觉的样子 那中间是他一个小兔子 好接下来呢就要开箱这个包装盒子中间的这个小盒子 然后这个盒子的上面呢是22 因为是男朋友22岁的生日嘛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这个就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之一 是两个Switch的这个游戏 一个是Just Dance 一个是Super Mario Party 这两个都是可以就是互动来玩的 但是呢这两个游戏的话 在那个Switch Lite上面都是不能玩的 就必须要有那个两个可以移动的那个手柄的这种 Switch它才可以用 那我男朋友他目前呢是只有一个这种Switch Lite 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游戏机 不带手柄的 所以其实不能玩这两个游戏的 那为什么我要买这两个他目前游戏机不能玩的游戏作为他的礼物呢 答案就在这里 这个盒子下面呢还有一层 然后里面呢就用这种彩条做装饰 那在这个盒子里面到底都有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打开之后 这个就是第二层里放的礼物 它就是那个可以有移动手柄的Switch的游戏机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是我自己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不要问我怎么做的 这个没有教程 这个是我自己想办法就是钻研了很久 然后用那个纸板啊 然后包括一些彩带啊这种东西 想办法做出来的 然后做的我觉得还是挺精致的吧 然后我男朋友他也非常喜欢 他说做的也太好了吧 跟真的一模一样那种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噱头了 主要是我给男朋友买了一个真正的这个Switch 做生日礼物 但是呢由于这款Switch非常的抢手 然后在我男朋友生日之前呢 这个Switch还没有到货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就告诉他这个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 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因为呢真正的礼物还没有到 所以我就把这个Switch模型先作为礼物送给他 这样他就有一个期待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啦 好那最后最后呢要开一下这个贺卡 这个贺卡呢又是结合另外一个创意 然后因为我和我男朋友迹象都不好 所以呢我这次也做了一个金鱼的贺卡给他 然后写了一些话 然后对 然后做了这张贺卡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了 然后我男朋友他收到这个礼物以后也很感动 然后也很开心 所以看到他那么开心 我觉得做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了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分享一下我做这个爆炸盒子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其实做这个爆炸盒子 我花了总共有五个整天和一个半天的时间 那因为我准备的时间比较久 大概用了一个多月这样子 所以周六周天全部都用上 再加一个这个普通的休息日 这样子的话刚刚好就可以把这个爆炸盒子 在我男朋友他的生日之前完成 那做完这个爆炸盒子之后 我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但是呢中途的话我也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实在是要花费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啊 然后时间去做它 而且视频的教程的话 也真的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另外澳洲这边可以买到的 这个做手工的材料比较有限 然后像教程上面讲的这种小磁帖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在这边也真的是非常的难找 然后没有淘宝的话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也只能想办法自己去攻克 这种技术方面的难关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绕过去 然后我自创的那个橡皮筋的这种方法 如果大家以后想要自己尝试着做一个爆炸盒子的话 那也可以用一下 那还有一点就是 澳洲这边的这个手工材料非常的贵 如果大家想要做爆炸盒子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走淘宝的海运 然后提前把材料买好 然后海运海淘过来 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 那像我自己做这个爆炸盒子的话 我前后去Officeworks买了两次这个手工的材料 这个卡纸的尺寸的话 真的就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这种尺寸 然后比较幸运的话 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所以说我买过这种非常大的 这种大宗的这种画画的画纸 所以说如果有一些这种彩色卡纸 我买不到或者是说太贵的话 我可以自己就是用这个笔去图一下 当然因为这个的话 是送给男朋友的生日礼物嘛 所以说我也不想特别敷衍 我就还是去Officeworks买了很多这种卡纸 那做这个爆炸盒子的成本的话 我自己算了一下 我大概是用了70刀 那在国内的话肯定会比这个便宜 72币的话 这颗人民币的话 现在应该是350块人民币左右 那其实价格也不是很便宜了 当然了如果大家提前设计的话 那一定能够比我做的这个 要节省很多的费用 另外一个在澳洲这边 做爆炸盒子的难点 就是这个洗照片的问题 因为像在国内的话 你可能传一些电子照片 到这个专门的 这个印刷照片的网店之类的 你就可以洗到 你想要尺寸的照片 那在这边的话 可能就不太一样 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有这个好几个这种 尺寸不同的 可以打不同照片的 这种帕利德的打印机 还有这种直接跟手机 可以连这个WiFi的 这种蓝牙的打印机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其实可能要自己想办法 就是说怎么样去把照片 很好的打印出来 这种 所以这个的话 就还是一个小小的难点 那总的来说呢 这次做爆炸盒子的这个经历的话 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一个回忆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看到了男朋友 他收到这个礼物时 那么开心的样子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次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